特别孤魂野鬼 地狱众生 被杀动物 那我简单的说 如果你真的要超度你父母祖先 堕胎胎儿 那你要以他们的名誉去做 做了以后 又把这个功德回向按照地上经 法界众生 那功德可大了 就像你以妈妈的名字100块 然后去帮助所有的老人愿 再把这个功德回向 所有老人都健康 请问你妈妈会不会非常健康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那我把功德回向法界众生 那功德不够用 我妈妈用不到了 错了 慈悲心的功德更大 你用100块听你妈妈做功德 回向给法界众生 众生无量无边 那这个100块就乘以无量无边了 然后你妈妈所得到的功德才叫 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今天放大蒙山 这个大 大就代表对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失食物 那为什么要放蒙山呢 那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各位都听过了 麻烦各位努力宣传 像你们会讲马来话 又会讲潮州话 广东话 福建话 都会要讲 还会讲英文 那你应该努力的 像年轻人还会上网路 各种脸书 推广出去 因为你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来这边 我看到几个新鲜面孔 我只好重播一次 这个录音带 再讲一次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不失食物 有些人说不用了 师父就直接念地上经 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这样好了 各位 中午不要吃饭 下午继续拜 你就跑掉了 这个众生正在受苦 他就饿得要死 你给他念多少经 回向回向 对他 他就不想来听 你要讲吗 但是如果你不失食物给他们 哇好吃啊 就像刚刚我们远远来 就看到做这么大的烟 烟共 我们华人都知道 孤魂野鬼 没办法直接吃那个东西了 它是吸它的味道而已 所以你直接把这个食物 化成 请佛菩萨加持 化成烟共 哇那个味道 特别是浑木区那么多 我发觉 巴都巴甲有个特点 就是浑木区多 走到哪里都是浑木 什么益山呢 天主基督教一大堆呢 各种宗教都有 所以各位跟浑木有缘 想必搞不好你上辈子的浑木 还在这边啊 而且我那天看报纸 我们巴都巴大 巴下也是 宫庙最多的地方 到处都是 没错就去踏到 因为这边华人多啊 喜欢拜拜 拜拜 但是拜拜呢 信仰要有智慧 不能光求啊 佛菩萨不是做生意的 对不对 我给你拜多一点 你对我好一点 那这样的就 不是真正的因果 那我一定要按照 佛教的方法 那佛是代表一个 圆满的智慧者 慈悲者 那以最圆满的方法来做了 所以再听我讲一次 阿难是佛陀的侍者 那佛陀经常为他说法 他阿难也很精进 那有一天阿难 听佛陀说法以后 在山洞里面 思维 各位这很重要 我发现现代人 不会进步是 听完就算了 所以各位 今天晚上回去 你要家里打坐 打坐 海涛法师说什么 你要好好的思维 思维以后 重要你要去用 那你这个才叫 闻思修 才会产生智慧 才会改变你自己 所以阿难把佛陀 听到的教法 在洞里面 好好的思维 但是他在思维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鬼出现了 这个鬼出现的时候 脸长得很难看 非常难看 那阿难吓坏了 他要跑掉 这个鬼就跟他说了 修行者 你在三天就死了 而且死以后跟我一样 这个鬼叫咽口鬼 嘴巴会吐火 嘴巴一吐火 就烧整个脸 所以叫咽口鬼 鬼很可怜 170万年的寿命 天天在被火烧 只要肚子饿 就冒火 只要走路 关节就冒火 只要出太阳 他就冒火 很可怜的 还有一个痛苦 像我们人烧会死 鬼怎么烧也烧不死 那就是痛 但是就是不会死 就像有人把你抓去烧 烧三天你还活着 你看多痛苦 所以他们天天在被烧 因为什么 过去是没有布施 连一杯水都不布施 很容易做恶鬼道 所以呢 这个咽口鬼说 你三天以后跟我一样 哎呀 下恶鬼道被火烧 因为很多出家人 虽然精进修行 但他不布施 布施是你们在家人的责任 我们不用布施 出家人被供养就好了 没火爆 所以呢 这个恶鬼道就跟他说 三天你就死 做恶鬼 那安娜说那怎么办 那这个鬼就说了 哎呀 师父啊 如果你能够为我 跟全天下这种可怜的恶鬼道 念一下 供养三宝 等一下我们要做大供养 我们要替所有可怜 特别的恶鬼道 大供养 你替我们供养所有佛法身三宝 再来 你又用食物 布施给所有的恶鬼道吃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 三天以后你不会死 那安娜就紧张了 跳起来就赶快找佛陀了 他也紧张 怎么办 是真的我会死吗 然后佛陀就跟他说 是啊 阿娜 你的夜报来了 三天以后你就要死了 那 阿娜就问那怎么办 那个鬼 跟我讲了 但是佛陀说 阿娜啊 那个不是鬼啊 那是观音菩萨 四线的面然大事啊 故意要来救度你的 所以你只要按照他所讲的 供养所有三宝 布施所有恶鬼道 你不但三天布施 哎呀 随便你活到几岁 几岁 所以阿娜后来活到几岁 120岁 叫巨兽 120岁 自动用神通火化 一点病都没有 巨兽阿娜 所以 但是阿娜也很紧张啊 佛话 我是个出家人 我没有钱 我怎么供养所有的恶鬼道 供养所有的佛菩萨呢 那佛就叫他 很简单啊 阿娜 一点点食物 只要你有这种虔诚的心 为所有的恶鬼道 众生 你只要念这个咒 叫辩食咒 供养三宝 念二十一遍 供养天神 念七遍 不思恶鬼道 至少念三遍 他就可以化为 无量无边 所以佛陀就讲了 这一部经 也是我们今天 要做供养的 最主要念的咒语 各位念一次 来 那么 沙瓦 丹太太多 瓦勒之地 忍 三本来 三本来 忍 考试一下 我来八度八下 我看至少十趟了 会被辩食咒的举手 不会的到外面罚战 背完再进来 各位 为什么不会背 不慈悲 因为你只想到 我口袋有多少钱 你可能会背 这个为众生 与我无关 所以慈悲不够 所以各位一定要会背 那么少的单单 都会上不来 上不来 所以前面摆了这么多饭菜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大家用大慈大悲心 为父母祖先 堕胎胎儿 为所有六道众生 都像自己父母祖先 胎儿一样 如果你今天自己 没有带食物来 那等一下也很简单 他们主办单位 一定买了很多食物 那你就用你妈妈的名字出十块 爸爸出十块 往生者你家祖先有几个 一个人帮他出两块也没关系 因为最近人家供养我 我看到一点都是一块的 马来西亚喜欢用一块的 我们人家大陆喜欢用一百的 所以出大钱得大富 出小钱得小富 你自己决定吧 所以我昨天一来 我就交给我们丽华 两千四百多块 这个是马币哦 帮我买食物 以后回向我所有祖先啊 对不对 冤心在主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用你的关心的 比如说你腰痛 那你要用腰 让你腰痛的冤心在主 替他出十块 好不好啊 十块你可以分啊 你要自己想啊 一块点灯 一块供水 随便你 对不对 你想就好了 但是要做到 做到 所以佛陀就 后来就流传在我们汉传佛教 就算出家人什么都没有 七颗米总有吧 对不对 七颗米 什么都没有 几滴水总有吧 所以我们出家人每天至少七颗米 一滴水 碾便石头 就算各位刚刚来就先做一次了 这是最起码的 但是如果你要有福报 哪用七颗米 最好七碗饭啊 所以刚刚我跟我们餐厅老板说 哎呀拜托拜托你啊 他跟我说 师父听说有人看到鬼 本来就有鬼 请你相信 只是你看得见看不见啊 有鬼有神啊 存在着 大背宫 大背宫就是管这个的 土地宫 人死以后先要跟大背宫报到的 所以大背宫也代表世间的福报 也 курto пиш 说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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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沪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是卫福部新口司司长盛立宗 今天告诉大家如何以心理急救的 安、静、能、细、望 来应对疫情的压力 一、安全 请记得戴口罩 请洗手 维护自己的安全 二、平静 每天观看疫情新闻 建议不要超过30分钟 以免增加焦虑感 三、提升能力 多运动 吸收防疫知识 提升对抗疫情的能力 四、联系 多跟亲友联系 互相鼓励 五、抱持希望 只要全民合作 一定能战胜疫情 感到焦虑沮丧时 可拨打1925安心专线 接受专业的协助 切勿用烟、酒或其他药物来疏压 以免留下不良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保持健康的心情 战胜这次的疫情 冷冻活鱼的果报 阿军从事水产养殖多年 这些年 随着鱼子酱和鱼鱼的价格 不停地攀升 他开始决定 饲养鱼鱼 阿军 你怎么会想要来饲养鱼呢 是啊 阿军 虽然现在鱼鱼的价格挺贵的 但市场上的需求量并不大 你一下子投资这么多钱 将鱼池全部用来饲养鱼鱼 这样可靠吗 不担心投资下去 结本无归吗 放心了 我从事水产养殖业那么多年了 怎么会没有考察好市场就盲目投资呢 你们不用替我担心的了 这么说来 你已经考察过鱼鱼市场了 是啊 你们知道吗 在国际市场上 鱼鱼鱼子酱的价格 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价格 还有烟熏的鱼肉 在国外已经流行很多年了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鱼子酱和烟熏鱼肉 在我们的市场上 一定会大卖的 到时候 我也会大赚一笔的 这些我也知道 不过能生产鱼子